这是在福建泉珠惠安宠武古城的古厕里 举办的一场男音工艺演出 婉转悠扬的男音 搭配红砖白石的建筑 色彩斑斓的服饰 极具闽南独特的韵味 印尼华侨陈连法 既是活动的主办方 也是主要的动销演员 像这样的工艺演出 他已经举办了两千多场 很多观众都是慕名而来 在泉州的男音传承人当中 陈连法是十分特殊的一位 每年365天 除了春节放假 天天到工艺演出 坚具的这几年都从来没放弃 在男音中 动销被称为传心之气 柔和优美的音色 最能融入演唱者的歌声 陈连法说 对于男音的演绎有两大难点 男音曲谱是传统的功词谱 演奏者在表演时不看曲谱 所以必须将曲目烂熟于心 另一个就是 很多技法都依靠老师 口传心授才能领悟 这个气势强度怎么控制 这个一定要练 这样掌握好 你要大声小声 你要高山流水 我们音乐讲就是 高山流水才好听 这个难度特别大 我可以连事吹几个小时 没问题 我夜吹吹 要整天我都可以 每场演出 陈连法都认真对待 这几年 他一直在研究 如何在男音演出中 加入更多的元素 我们男音节目 经常要用费力服饰 来表演 更能体现男音的 传统的音乐 这个合动的领子 一种装饰 这个也叫大链 这个也是装东西的 还有那个红色的 代表叫几神满堂的 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 我们这里这个特别 现代人叫马挂 惠安女服饰 是全州市惠安县 独有的民俗 服装的创意 源于惠安女生活中的智慧 历经千年变化发展 仍然独具一格 具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 穿这种比较传统的 这个是我们这里最传统的 孙娘装 她这套衣服就是说 第一天孙娘子 必须穿这个黑衣服黑裤子 来花上这个小花篮 出嫁就带上营药练 代表说你已经出嫁了 这个裤练它那个大小多少 大小多少都很有讲究 最高十三股 这个很沉的 这个就是出门现代人的主题包 出门就带这个花篮 我们这里说蓝色代表海洋 绿色代表田野 所以它这个颜色配搭起来 是非常经济非常漂亮的 我从中国到印尼去发展 蓝练是我对家乡试炼的剧头 所以我一直想说 要怎么样在印尼 都发动年轻一辈人来写蓝练 而且我们这个蓝练 都一个桥梁印留在作用 2000年 因为受到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 南音社的邀请 陈联法决定 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专职推广南音文化 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 他们负责管器管住 然后每个星期三 星期五 礼拜天都要去工会 去会馆 去唱蓝练 因为没有工作 而且我个期是公益的 义务的 没有工资 陈联法说 虽然有老一辈华侨华人的帮助 但是生存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 他需要找到除蓝音外的谋生办法 在蓝练比如说过世用的墓碑 都要用福建的这种 福建式的这种墓碑 像寺庙 寺庙里面的装修 包括他们的那个雕刻 全部都是用我们 慧安的石雕 农住 陈联法这时想到 他可以做家乡泉州的 石雕营销生意 赚到的钱 也可以用来支持南音的工艺事业 陈联法家乡福建省泉州市 慧安县的石雕 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 全国出口海外的石雕产品 有一半都出自慧安 原雕是属于立体的 那像这种蓝花飘出来 我们是把它以楼空雕的形式来做出蓝花的一种飘逸感 这根农住雕得非常精致 那因为在爱尼市标特别多 我们华人对我们中华文化农的传承 就非常讲究 一个个仙巧灵动 精致有趣的石雕作品 也体现出慧安匠人精湛的工业和充满智慧的创造力 这作品是叫同心协力 这种特别是我们远南人 非兰人 爱拼才会赢 那这种劳动场景 是每个人都历历在目 这个作品的难度 整个作品都是楼空 一不小心这个作品就会破碎了 这一件作品一般要做几个工作天 一个作品像这个也要做一个多月 将近两个月 原来如果没有电动工具 我们是用传统的工具慢慢雕塑来的 就这样 二十多年间石雕和南阴 成为陈连法在印尼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 石雕生意的稳步发展 也让他在南阴传播上没有了后顾之忧 2013年 陈连法作为主要负责人 在印尼亚加达 举办了世界南阴联谊会大会唱活动 共36个南阴社团 数百位南阴贤友参加了活动 也是在传播南阴的过程中 陈连法结识了一位同样热爱南阴的知己 这个人的出现也带给了他新的启发 一二年 我们杨老师过去的以后 他在那边教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产生了共鸣 有了这段感情 那我也想说 我们都是南阴人 肯定要在前座这边搞 搞一个南阴室 好好来做一下宣传 做公益 这首南阴曲目名为管头抗窝 是由陈连法的妻子杨秋兰作曲 陈连法担任艺术总监 以明代时期泉州管头地区的民众 抗击倭寇的英勇故事为主题 共同创作的一个南阴说唱作品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像很多桥第三代第四代 通过南阴他们可能每年都会回来一次的那种南阴交流 然后来知道他的故乡 知道他的祖先 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年龄的长大 对于南阴的领悟跟理解 你会要去创造 你越久才能物的越特 其实我还是斜在披毛 我活到了 斜到了 这里是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的双阳华侨农场 六十多年前 数百名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龟桥 在这里安家落户 这里也一如既往地保留着南阳风情 平时忙碌中的闲暇时间 陈连法会时常来这里走一走 我一个月最少要来这边吃一顿 这个叫咖喱阿阳 咖喱阿阳是鸡肉 就是咖喱鸡肉做的 是印尼 印尼菜 这个沙爹 我们中国也叫沙爹 跟我们是一样的 这个鸞叭就是我们美南的 我们叫鸞叭 前周年美南语叫鸞叭 然后我们国语叫春蒋 印尼话叫鸞叭 标准的美南语 又是标准的印尼语 这里是福建泉州市工人文化工 鸞叭比较小 这种听起来会像笛子 这个鸞如果越大 它就能厚度更纯 更厚一点 陈连法出生于南音世家 父亲是一名南音动销演奏家 从小的耳濡目染 让他对南音产生很大兴趣 在他提出想学习动销的时候 结果却出乎意料 其实我父亲一开始也不想让我学冻销 他说我如果学冻销 怕影响我以后的事业的发展 那后来我到厦门去工作的时候 那一般到晚上下班 吉安堂那边是南音社 吉安堂南音社 我真正的悟出来 这个南音叫做音乐 不单古朴 优雅 那种音乐出来剪辑 无法想象 就是说整个笔都被割了 非常克林心弦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一定要下定时间要写南音 从父辈传承的南音记忆 陈连法现在也传承给了下一代 他的女儿像他一样十分喜欢南音 这是我的爷叫陈辰 今年九岁 今天也参加这个南音圣南国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服饰就是类似像我们唐朝的宫廷的衣服 不用怕 不用简张 不用简张 好 今天好好表现 南音圣南国 由于这个南音圣南国 其实也是讲佛桥怎么样走出去 然后又回来家乡 讲述一个桥 如何爱国之情 丧子之情 陈连法说 南音的魅力值得用一辈子去探索 在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在家乡泉州 举办数千人规模的世界南音联谊大会唱 让爱好南音的朋友们可以齐聚一堂 然后再次接下来 河南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